1271级 果三拥有260万像素的摄像头 自动对焦 信息灯补光 超大的记忆容量 记忆棒扩展 同时还支持各种格式播放 超薄的机身 双卡双持 这些个特性 各项技术标准 直接对标 莫基亚 莫托罗拉了 除了小米以外 一般的国产机 配置连尾器都看不到 这就是某逊马总之前说过的 当前果壳通过第一代手机赚到钱以后 立刻用到了提升产品品质上 这样的企业就很厉害了 因为它的口碑会越来越稳 不再成为昙花一现的炒作产品 所以果三也被称为性价比之王 不仅很多壳粉在翘首等待着 就连国内其他的手机制造厂商也在观望 果三定价出来以后 基本就是一道分水岭了 如果有国产机的价格超过了果三 那么肯定会被放在一边比较 如果发现各项数据都被调打 立刻就会遭到媒体和粉丝的口诛比伐 所以这两个月都没有什么国产新手机发布 已经有媒体感慨地表示 果壳三代机应是狼固 颇有一种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生的霸气 在听李小凯讲解手机性能的时候 陈汉生又把设计中心的主管拉了过来 简明额要地说明了自己对三代手机外形的期待 主题是莲花 不过莲花可是有好多种颜色的 新手机从其中取三种 我的意思是呢 亮粉 淡紫 青花蓝 同时还要保留两款经典的颜色 黑 白 一共五款颜色 没问题 设计主管点点头映像 产品设计主管的级别是P8 当初他评为P8的时候其实有一堆人很不服气 毕竟普通观念里一个艺术学生 怎么能比那几个苦读十多年的博士工程师薪酬还要高呢 不过陈汉生力排众议 现在时代早都变了 就好像以前的演员要求很高 不仅需要演技台词功底也得过硬 而现在的艺人有张脸就够了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果壳手机前两代能够大卖 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外形设计上新颖潮流 正好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观 给了个P8一点也不过分 莲花其实不容易设计的 因为很容易就会搞得特别土 这两年华夏丰比较火 你可以参考华夏丰的种种素雅的神韵吧 并且想办法应用到手机造型上 最快今晚拿个初稿给您过目 设计主管想了想再次应下 下属在领导面前打包票 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一很自信能够拿出优秀作品 二吹牛皮 设计主管肯定是前一种 不过陈汉生要求不仅如此 他又继续比划 我还想手机背面设计一幅莲花的图案 每当开机和充电的时候 那个莲花的图案条纹能够慢慢地亮起来 这个有问题吗 哦 设计主管沉吟了半上 转身请示李小凯 李董啊 这个设计倒是不难 但是亮灯就涉及到灯管的问题了 我需要跟研发部门合作 想请您安排一下 可以 只要在工作上的事 李小凯不会拒绝 我们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吧 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成立部门之间的联合小组 我只是在李董的指挥下做事而已 陈汉生咧咧嘴 觉得这话说的还可以 艺术生在人情来往 比凯歌这样的直男工程师 要强一点哟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第一台成品机 陈汉生需要一个时间节点 李小凯和设计主管商量了一下 然后说道 两周以后可以拿到成品机 现在因为检测技术的进步 产品的稳定性测试 也不需要太长时间 八月下旬的时候 三代机可以准时在市场上出现 李小凯性格稳重 他既然这么说 陈汉生的心里还是有一些底气的 第二天上午 果壳电子官方宣布第三代手机的主题 根据果壳社区的动态监测数据显示 自打并地莲花的主题公布以后 网站发铁量和回铁量 陡然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看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果簪的一瓶一动 陈汉生饶有兴致地翻开几条 想去看看网友们的反馈 并地莲花什么意思啊 哪位哥哥妹妹帮忙解释一下啊 妹妹来了 妹妹表示也不懂啊 一拳打哭楼上的阴阴观 顺便说一句 我是再读文学硕士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别炫了 在果壳社区 月入过外和低保护没什么区别 硕士文凭相当于小学意义 不过我对这个主题挺感兴趣的 依我对陈董的了解 并地莲花背后肯定有隐藏线索 好家伙 楼上的妹妹 陈董是不是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着你取这个网名的 傻圈网友们都在猜测主题的含义 不过对于产品的本身 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 钱已准备好 国三发售之日 便是自己课金之时 性价比之王的头衔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不过这并地莲花的主题 全网公开以后 那些个知情的人立刻联想到了什么 第一个给陈汉生打电话的是王子博 因为王子博每天习惯性登陆国客社区了 开始他是为了增加网站的日火量 后来他竟然逐渐上瘾了 就连在外面吃饭排队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地打开这个网站 刷帖这玩意儿 真的好像精神鸦片一样 虽然脑子里面明明知道 还有正事没做呢 不过心总是想着看完这个帖再起身吧 所以有的时候 依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 王子博问 小山 病地莲花 是不是代表着紫金和紫配啊 没错 你这是打算公开他们吗 肯定公开啊 我可不想抱着闺女在外面逛街 还要被记者当成一个大新闻 等到陈子佩从美国回来 我就会挑个时间 发布一则声明 表示自己有了两个宝贝小苗 只不过会隐瞒妈妈的身份 这样也是可以的 反正你又不是明星 明星才发这些呢 王子博笑呵呵地说道 等到死党公开女儿这件事以后 所有人都会明白 病地莲花的寓意 其实是她的双胞胎女儿啊 打发走了王子博以后 很快 陈兰就打来电话 长公主表示 果三就不和两个侄女争了 以后果四或者果五能不能安排一下 以妹妹为主题设计一款手机呢 亲 我这是做生意 你当是过家家呢 哎呀 不过你这个提议还是很有道理的 可以在果三果四之间 推出一款特殊定制款 For me 陈兰兴奋地打断 For me 这个简短的短句 陈汉生还是听得懂的 为了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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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缝罗玄 以后还会有缝提歌 缝伤炎炎 全部都缝完了以后 我可能也缝一下自己 成风扑让的嫂子们都有 就是没有妹妹的呗 1272集 陈兰闷闷不乐地想挂掉电话 不过陈汉生又喊住她 哎 过几天罗玄要拍毕业照了 你我一起过去庆祝一下 不过我准备先假装没时间 然后到时候再突然给她一个惊喜 所以你开始也要不答应哦 喊 懒得大力你们 陈兰怯了一声 嘟嘟嘟挂了电话 立刻给罗玄拨过去 玄嫂子啊 你在干嘛呢 陈兰秉承着陈家后浪优秀的作风 永远都会忘记上一秒的承诺 罗玄语气里面有一些疲惫 我在准备答便 呼打才大的论文答便挺难的 找我什么事啊 难怪 陈兰恍然大悟 玄嫂子大概是忙着准备论文 没有上网 还不知道病地梁花的手机主题 不然你她的脾气 哪里会这么平静啊 陈兰也不准备提这个事情 觉得还是让玄嫂子 自己和哥哥对峙吧 她只是过来当个凡骨仔 玄嫂子 我和你说啊 你不是要拍毕业照了吗 我哥就喊我过去一起帮你庆祝 不过她打算先拒绝 然后再悄悄过去给你个惊喜 可是我性格诚实 不喜欢骗人 所以就提前来告诉玄嫂子了 希望你心中有数啊 罗玄点点头 然后霸气说道 嗯 嫂子 知道了 你来护城的话 我到时候呢 带你去购物 礼物随便挑 谢谢玄嫂子 陈兰把她哥哥卖得一干二净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记得扣我 只要是针对我哥的 我甚至可以无偿参与 这么说的话 哼 我倒是可以将计就计 陈汉生可不知道 自己被她妹妹转手就卖掉了 很快有一些生意厂上的合作伙伴打电话过来询问 关于三代手机主题的真正意义 不过被陈汉生搪塞过去 小小汉包回国以后 她才打算公布事情 没过一会儿 罗玄也打了过来 中午怎么有空联系我啊 你论文准备好了 陈汉生笑着问 最近这两周 罗玄因为忙着毕业答辩 一般都是晚上才会发短信聊个天 罗玄气呼呼地说道 陈师兄 为什么白天联系你 你难道没点数吗 因为我看到了果三的主题 没有出乎陈兰的预料 罗玄看到网上 关于病地莲花那些沸沸扬扬的言论之后 她果然很不高兴 二代手机的主题是宝藏和白月光 那是形容沈幼楚和萧荣瑜的 现在三代手机病地莲花 又是形容他们的女儿 那我呢 偏执的罗玄觉得 以自己和陈师兄的感情 也应该被烙在产品的纪念上 哼 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陈汉生慢条斯理地说道 对于罗玄这种偏执的女生 当她生气的时候红起来 其实是一个公式的 就是努力的辩解 加满足对方的需求 加转移话题 所以陈汉生是这样回答的 三代手机主题其实不是我的主演 是董事会有成员看到了 人工池塘里面那朵病地莲花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寓意比较好 共同决定下来的事 这是努力辩解的过程 罗玄下意识地反问 真的吗 但你是果壳电子创始人呢 当然是真的了 我虽然是创始人 可是我管理制度也得与时俱进嘛 对不对 向来都是民主投票不要觉得 不过呢 陈汉生顿了一下 开始满足对方的需求了 既然你有这个要求 那我下次就搞一个一言堂吧 以后果壳肯定还会有周年旗舰版啊 到时候就为你特殊定制一下呗 陈师兄 你没骗我吧 罗玄也是被忽悠多了 所以还有一些不信任 唉 你可能不知道 我很早就不骗人了 自当两个女儿出生以后 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你看 烟瘾 我说戒就戒 也是 罗玄的语气慢慢地平缓下来 陈汉生无声地咧咧嘴 其实在努力地辩解加满足对方需求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颗核心原则 就是千万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罗玄这种性格一旦承认了错误 他不仅不会原谅还会得寸进尺 唉 商业上的事情我建议你少管 好吧 还是聊聊你论文准备得怎么样吧 答辩有信心能过去吗 这应该是没问题的 罗玄已经没有再纠结病地连华这事了 还邀请到 我是六月八号那天拍毕业照 陈师兄 你会过来吧 嗯 八号那天 哎呀 不行啊 我正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 还能不能推迟个一两天啊 嗯 这样啊 那你就不用过来了吧 毕业典礼的时间是不能推迟的 因为还要考虑到全校师生 反正我对这个学校也没什么感情 总之也无所谓的 那我过不去了 你不会生气吧 陈汉生觉得罗玄的反应有一些奇怪 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很不愤才对 虽然罗玄对护城才大没什么感情 不过好歹也是毕业典礼啊 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不会 陈师兄 我继续准备啦 等我毕业了 就去建议找你 嗯 呃 陈汉生嗯啊两声 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等到罗玄那边挂了电话 陈汉生只能默默地轻叹 其实 关于如何处理和罗玄之间的关系 这是让陈汉生很苦恼的一件事 重生以来 他起初并不想和小师妹有什么牵扯 罗玄这种霸道又强烈的控制欲的作风 爱得很疯狂 可是反应也很激烈 隔腕啊 跳楼啊 吃安眠药啊 这些事情 罗玄绝对都做得出来 不谈上一事 就谈这一事 罗玄在韩国知道了陈汉生有两个女儿 他当时委屈的都想跳楼了 可是 现实并不能以意志为转移 陈汉生明明是尽量躲着他的 可是罗玄并没有放过他 当然最关键的是 陈汉生对罗玄还是有感情 大概这就是 不想接受 但是又放不下 希望罗玄能够幸福 但又不希望罗玄和其他男人获得幸福 陈汉生审视过内心 这种想法其实很不负责任 不过又非常真实 感情这东西很奇怪的 一旦你拖泥带水 那就表明缘分未尽 这也是很多情侣分分合合很多次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地分手的原因 陈汉生这边也是一样 尤其是当第一次破产的时候 罗玄直接给他犯卡里充了一万块钱 当他数次冷漠地面对罗玄 不过小师妹仍然委屈地说出那句 月亮很亮 亮也没用 没用也亮 我喜欢你 喜欢也没用 没用也喜欢的时候 陈汉生终于还是有所触动的 以后的相处当中 他也就不再刻意地避让 所以 也他妈导致了现在这种局面咯 罗玄任何的事情 都要向神幽楚和萧荣瑜看齐 连生孩子都要比较一下 陈汉生暗暗地发誓 在陈子津和陈子佩长大以前 一定要守身如玉 坚决不能让罗玄得到自己 突然一阵手机震动中 打断了陈汉生的思绪 原来是老陈打来了电话 1273集 陈兆军说道 通常来说的话 老陈和老肖每周会过来一次 一个是来看宝贝孙女的 一个是来看宝贝外孙女的 不过他们不用开车 全部都是果壳司机接送 陈汉生站起来说 好 干脆把子伯他们也叫上吧 大家难得聚一聚 毕竟以后 以后什么呀 老陈皱皱眉头 陈汉生笑着说 以后再聚的话 可就不止这点人了 说话就说话 不要这样大喘气啊 老陈板着脸教训一句 不过听陈汉生的意思 似乎修罗场很快就要结束了 陈汉生中午到沈幽楚那边的时候 发现人还是蛮多的 因为今天正好是周日 就连冯贵沈如意都过来了 他们大概是想商量奶茶店侵权的事 金阳明因为是冬儿的男朋友 陈汉生的室友这个身份 也过来蹭顿饭 不过和美国那边一样 明明大家都在客厅里笑着聊天 话题五花八门的 阳光洒在白色地砖上 气氛温暖而又融洽 可是当陈汉生歌之一声 打开门以后 客厅里面瞬间安静了一下 虽然王子博和小金冯贵这些同辈人很快过来打招呼 不过那个由动到静的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这些个长辈们都只是瞟了一眼 一个一个没有吱声 老陈没有吱声 大概是觉得父子之间觉得没必要 岳父岳母没说话应该还是在生气 婆婆一般都不喜欢开口的 墨尔玛沈幼楚胡书记沈如意在书房 听着编诗时讲解那些诉讼的注意事项 小金眼皮还是很灵活的 主动帮忙缓解尴尬 诶 四哥 果三才放出来一点消息 现在网上都沸腾起来了 根据我对手机行业长久以来的关注和研究 果三的销售量很可能要破很多记录的 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知名度 世界知名度早就有了呀 日本秋夜园的街头都有果壳手机的广告了 因为果壳和某星现在还有矛盾 所以果壳手机的屏幕供应商是日本企业 当然目前来说 某星的屏幕也没有十年后那种独步全球的质量领先 小金手链的捧根 是吗 果壳已经打进日本市场了呀 亚洲工融圈已经建立好了吗 当然了 不过是我们八路建立的 说完以后卧龙凤厨自得得哈哈大笑 王子博口才跟不上这两个人 不过也觉得很有趣 冯贵虽然很机灵 但是他不太愿意表现自己 等到略微适应了这边的氛围 陈汉生左右看了一会儿 哎 我叫闺女呢 今天人多 他也有些高兴 跟着大家玩了一会儿呢就犯困了 这会儿啊 在卧室睡着了 好 我去看看 陈汉生说完就匆匆走向了主卧 他这段时间陪着小女儿的时间更多 心里面也着实是想念大女儿 为了不影响陈子金睡觉 卧室里拉着窗帘 只有一点点微光透了进来 宝宝趴在床上憨憨地睡着 陈汉生悄悄地走到床边 蹲下身子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脸上那些个暴力 桀骜的神情全部消失不见 只有发自内心的柔软 小小鱼儿其实长大了一点 他刚生下来的时候 陈汉生感觉只要撑开巴掌 就可以把闺女拖在手心了 可是现在呢 他都八个半月了 虽然还是小小的身子 不过陈汉生已经能够 从脑袋抚摸到脚踝了 陈汉生心里自言自语地说着 等你以后慢慢懂事了 你就会叫爸爸了 虽然你并不是很理解 这个称呼的意义 好像我生来只是为了 做你爸爸的 不过我会非常非常爱你的 哪怕你和我怄气 我也会把你当成 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 只是因为你叫我一声爸爸 陈汉生沉迷地看了好一会儿 虽然现在小小鱼儿 有一些奶胖 没有脖子没有腰 好像一个煤气罐 不过并不妨碍陈汉生 觉得他和陈子佩 就是这世界上最漂亮 最可爱的宝宝 大概当父母的都是这样 他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 陈子津白嫩嫩的脸蛋 闻起来一股奶香味道 紧接着他又亲了下 宝宝肉嘟嘟的小脚小手 心里真的是有种 只要闺女高兴 天上的星星月亮 都能摘下来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动作有点大了 也许是陈子津本来就要醒了 长长的眼睫毛颤动几下 忽然睁开了眼睛 乍见到爸爸 小小鱼儿有一些没反应过来 稍微蒙圈了一会儿 小嘴巴突然一撇就哭起来 现在王子伯和编尸是美小孩呢 冯贵沈如意也没有 小小鱼儿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宝贝 这边一出动静 外面很快咚咚咚脚步声就来了 外婆吕玉清是第一个冲进来的 看到小外孙女眼眶里水蒙蒙的 立刻心疼地抱起来 嘴里还念叨着 哎哟 宝宝不哭啊 宝宝不哭 不过陈子金在外婆手里 并没有停止哭闹 直到沈幼楚从书房里面 听到声音跑了出来 陈子金立刻伸出短短的胳膊 要妈妈抱抱 说来也奇怪 当沈幼楚抱过去的时候 没多久 小小鱼儿就不哭了 虽然眼睫毛上还挂着 那么明显的泪珠 面对这样的举动 吕玉清早就习惯了 一个月前她还很担心 小小鱼儿和沈幼楚亲近 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 接受这一切了 等到狐鳞鱼把装着 清水的奶瓶拿过来以后 小小鱼儿一边吸着奶嘴 一边转动着黑漆漆的瞳孔 看着周围的大人们 不过 这让鞭狮狮 也有一些受伤 按理说 陈子金应该和我更密切才对 可是宝宝每天都有沈幼楚戴着 就连开始并不喜欢小小鱼儿的狐鳞鱼 慢慢地态度都有些变化了 陈子金喝完水 竖起小手 指着防盗门发出了呕的一声 大家就都明白了 这个活泼的宝宝又想下楼看蝴蝶去了 陈汉生想和闺女增进感情 走 我带你下楼溜达一圈 别去了 一会儿吃饭了 吃完饭呢 我们一起带着他下楼晒太阳 另外 你过来 我和你爸有事问你 这里的你爸自然是萧宏伟 来到客厅以后 沙发上只有三位长辈 其他人都没有过来偷听 丈母娘吕清严肃地问道 孙教授带着身份证去美国了 小鱼儿为什么还不回来 其实说起这一点 陈汉生也纳闷 他和驻美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早都说好了 一旦萧荣宇去补办签证就立刻通知他 结果这都半个多月了 小鱼儿那边没有任何动静 陈汉生则是实话实说 妈 我也不是很清楚 您也没有必要怀疑我 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状态呢 萧宏伟紧促着两道见眉 这次我们还真没怀疑你 小鱼儿开始给出的理由 他说办理证件需要等待 现在又说 他跟孙教授在美国有些律所公务要处理 等到处理完了就回来 可是在美国处理公务 其实就相当于继续照顾陈子佩俩 区别就相当于 之前是被你强迫的 现在变成自愿的 我们就想问问 小鱼儿和陈子佩的感情到底如何了 一千两百七十四级 听到吕玉清这么说 陈汉生的心里那层疑惑隐隐地被捅破了 原来小鱼儿以处理公务的理由主动留下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想离开 老肖敲着桌子 问你话呢 哦哦 陈汉生暂时压下了心里的思绪 想想说道 他们现在亲如母女 已经谁也孙不开谁了 我们就迟到 老肖和陈汉青都没有吃惊 看看沈幼楚和陈子佩现在这状态就知道 调换宝宝这个操作 还是逐渐达到了陈汉生期待的结果 吕玉清悠悠地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你明后天去美国 把小鱼儿和陈子佩接回来吧 继续隔离也没什么意义了 如果小鱼儿愿意为陈子佩留下 那就说明他是真的放不下小小汉堡了 不过陈汉生还是很谨慎的 因为他没有接到朱赛文的汇报 这就意味着陈子佩没有叫妈妈 一定要等到叫了妈妈以后才能回来 陈汉生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的 所以他笑着回 爸 现在这个局势 他不是我控制了 主动权在小鱼儿自己手里 你们得去劝劝他 这句话明显有糖色成分 不过老肖找不到任何把柄 因为事实的确是如此 他只能瞪了一眼陈汉生 你怎么一肚子坏舌呢 跟你爸真是一点都不像 可能我是抱养的吧 这倒不是你是亲生的 陈汉生心想老陈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 真的有一些罕见呢 因为啊 陈赵军搭了这眼皮淡淡说道 如果是抱养的话 我跟你妈何必要选你呀 爸 你这个话说的太伤人了吧 陈汉生被亲爹嫌弃了一下 笑了两声 老陈从来不对陈汉生大吼大叫的 不过他说话很有艺术 很多时候就像一把匕首 比吵吵嚷嚷嚷梁太后 有更大的杀伤力 陈赵军毫不在意 儿子的抱怨平静地跳过这个话题 继续说道 另外呢 你有空也要回老家看看 啊 很多亲戚都想见你 不过有些年纪大的不方便走动 年纪小的呢 还在读书 他们只是听说呀 你在外面事业很成功 对你充满着好奇 但是也的确呢 很久没见面了 陈赵军不是那种喜欢炫耀的性格 他一定是亲戚们 听到陈汉生的名声之后 纷纷给老陈两美娟打招呼 打算见见这个传说中 很有钱的老陈家的儿子 哦 好 陈汉生点点头 说起来 他也的确很久没有回港城了 偶尔回去 也只是为了看外公外婆 陈汉生依稀记得 以前小的时候 周围邻居家 好像也有这种哥哥姐姐 他们身上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你比如说 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外地工作 很多年回了一次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做什么 这就是部分大学毕业生的一个缩影 在大城市里未必找到合适的机会 可是也不想回老家 心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排斥 不过仔细想一想 也不知道这股排斥感到底来自哪里 也许在大城市 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 能够享受到老家没有的自由感 那我今年春节回港城吧 我再不回去露个面 说不定都有人造谣我犯事被抓起来了 行 你自己衡量时间 陈兆军和梁美娟都有很深的乡土情结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孙女 他们更喜欢待在悠闲的十八线小城市 吕玉清还是挺关心女婿的 他提醒道 你平时也要注意点 有些亲戚借钱 汉生要妥善处理 记得帮急不帮穷 这倒不怕 我们家早就有了一个规矩了 陈汉生冲着他老爹努努嘴 我们家是任何要帮忙的亲戚 我都让他们和我爸妈开口 老陈同意了我就帮 不同意我就拒绝 吕玉清对丈夫说道 这个挺好啊 我们也可以学一下 目前来看 萧荣于回国已成定局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小小鱼儿的长大 他和陈汉生之间的关系 很可能瞒不住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 陈汉生能达到 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不过就算是维持 现在的资产没有变化 那他随随便便携带的 都能让普通人成为 千万富翁了 所以说不定以后 也会有萧家这边的亲戚 找到陈汉生 请他看在小鱼儿 和陈子津的份上 伸手援助一下 老萧微微汉手 嗯 不要让这些事情 影响到小鱼儿的生活 陈汉生眼神一转 从每个人的言行举止的 细节上来看 揣摩他们的心理状态 刚才岳父岳母那短短几句对话 陈汉生能推测出两点 一 他们也许没有原谅自己 这是情理之中 小鱼儿回国以后应该有所改善 二 他们已经接受换孩子的结果 甚至开始思考以后发生的情况 虽然更多的是无奈 不过总归那是接受了 没过多久吃午饭了 看着同一桌上的吕玉清和沈幼楚七十 陈汉生的脑海里有一些恍惚 听说两个月前的时候 吕玉清都不愿意在这里多坐一分钟 甚至都不愿意欠下婴儿的腐蚀 从敌视到和平相处 这些天发生的事太过于离奇曲折了 就连吕玉清都有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挑剔的人居然能对沈幼楚放下成见 此中酸甜苦辣大概就只有这些个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吧 不过这样的后果就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到陈汉生的身上 他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大家也需要一个发泄怒火的渠道 幸好陈汉生心甘情愿地承担了 所以在餐桌之上 很少有人主动地和陈汉生攀谈 不过今天本来就比较热闹 就算他不知声也不会显得有些冷清 沈幼楚和陈汉生之间隔着好几个位置 自从沈憨憨第一次打了陈汉生 后来两个人就没怎么再说过话 这个传统娇憨温柔的川渝姑娘 因为陈汉生的所作所为 她是真的生气了 不过沈憨憨也只是生陈汉生的气 对于家里的其他人依旧没有变化 给长辈们打饭 给妹妹加菜 给婆婆盛汤 如果这桌上有盘菜味道不错 大家都挺喜欢吃 沈幼楚就一口也不会吃 默默地加一些大家不怎么冻筷子的菜 陈汉生的心里感慨两声 沈憨憨就是这样 她一直都非常善良 吃完午饭婆婆去午休了 莫尔妈因为有事也要离开 其他人就准备下楼散步 顺便消消神 这是陈子津最喜欢的环节 宝宝的作息习惯和大人不太一样 不需要遵从一日三餐 她是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所以刚才大家吃饭的时候 她独自在床尾里玩耍 不过呢 只要一听防盗门的动静 陈子津立刻抬起头来盯着门口 看到姑姑陈兰走过来抱起自己 她意识到要下楼玩了 拼命地小短腿 在空中来回地倒腾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沈幼楚陪着宝宝的时间是最多的 陈兰带着宝宝下楼的次数是最多的 毕竟姑姑就是个坐不住的性格 经常一流烟就带着小阿宁和小小鱼儿出去玩了 一千两百七十五集 今天我来抱吧 陈汉生接过抱抱 八个月半的陈子津没有忘记这个爸爸 一只小胳膊搂着陈汉生的脖子 另一只胳膊则是拉着防盗门 呕的一声大叫着 大家都笑起来 小小鱼儿这是事宜赶紧地下楼啊 陈汉生亲亲自己的闺女 叫爸爸 叫爸爸 爸爸带你下去 走 陈子津呕的一下转过头去看着陈汉生 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里有一些疑惑 他好像是听懂了 又好像是没听懂 不知道怎么说出爸爸的正确发音 陈兰自得地说道 他还不会叫爸爸呢 宝宝 叫一声咕咕 闻言陈子津发出了咕咕咕咕的声音 大概还是咕咕这个音节比较单一 陈子津学起来最快 听起来呢 也最为熟练 陈汉生非常不满 兰兰 你不能只教她叫咕咕呀 听起来跟个鸽子一样 爸爸妈妈才是学习的重点 懂不懂 我都教了呀 可是宝宝喜欢咕咕 这又不是我的错 其实不仅陈兰会教 之前吕玉清 以为萧荣宇能够准时回国呢 也开始教妈妈这个称呼了 她想让小鱼儿下飞机就能听到 结果小鱼儿又以公事逗留美国 吕玉清后来就不教了 毕竟母亲都不在身边 教会了教谁呀 难道叫沈幼楚 吕玉清虽然对沈幼楚放下了成见 不过让她外孙女叫别人妈妈 她心里还是有一些别扭的 不过陈兰教的时候 吕玉清也没有阻拦 陈兰平时做事很不靠谱 兄妹两个人还经常吵架 但是她心里肯定是向着她哥哥的 也希望两个嫂子 这修罗场能够尽快地解决 看到爸爸和姑姑之间 争执一些没用的小东西 小小鱼儿又是声音急促地催促一声 陈汉生这才准备带着闺女下楼了 今天人比较多 所以大家就打算分两次坐电梯 年轻人一趟 老陈老肖夫妇两个人搭乘第二趟 陈汉生率先走进电梯 后面陆陆续续进来了 王子博 编师师冯贵 沈如意 小金 冬儿 胡林宇和阿宁 他又搀扶着沈幼楚胳膊的陈兰 那个 子博 你和诗诗要不要先去喝杯水 啥 我不可 王子博呆头呆脑 一时间没领会 笨死了 真是 陈汉生心里面骂了一句 又对金阳明说 哎 小金 你要不要突然打个电话什么的 啊 凤厨是勉强可以跟得上卧龙的思维的 金阳明扫了一眼陈汉生和沈幼楚 果真掏出手机说道 我好像是有一个重要电话要回复 小金一边说着一边牵着冬儿走出去 冯贵就更机敏了 他知道姐夫大概想和阿姐单独聊一下 平时在家里可能没这个机会 所以他也拉着沈如意离开了电梯 我们搭乘下一趟吧 编诗诗也看懂了 撇撇嘴对王子博说 现在这电梯里就只剩下胡书记小阿宁 还有一个妹妹陈兰了 凌鱼姐姐 我们出去吧 懂事的沈宁宁眨着大眼睛说道 胡凌鱼有一些犹豫 不过他看着小阿宁都愿意成人之美 他也就摇摇头走出电梯了 唯一不解风情的就是陈兰 因为他哥哥不愿意设计妹妹款的主题手机 他故意捣乱 哥 我不想喝水 也没有电话要接 今天偏要搭乘这一趟电梯 不过 你要是愿意说点软话 抱歉 抱歉 我不愿意 陈汉生一点也没和妹妹客气 掐着陈兰的脖子往外面一推 嘴里还喝道 滚蛋 陈兰就这样被无情地撵了出去 本来沈宥楚也想跟着离开的 不过陈汉生故意用身体卡住了他 顺便按下了关门键 当金属门缓缓合上的时候 电梯里就剩下了这一件三口 沈宥楚戴着一顶低调的灰色渔夫帽 帽颜看起来软软的 只要一低头就全部遮住面旁 很适合是沈宥楚这样的个性 他手里还拿着一顶绣针版的渔夫帽 是淡黄色棉制布料的 上面印着些卡通图案 这应该是给陈子军准备的 宝宝外出基本上都会戴个帽子 夏天遮晒 冬天避寒 春秋两季呢 就是为了防风了 唉 刚才太急了 这样宽敞多了 陈汉生瞅了一眼沈宥楚 笑呵呵地解释一下 沈宥楚没说话 他是有点寒 不过陈汉生这明显的举动 又怎么能看不出来 尤其是陈汉生这个坏配 他嘴里面找着理由辩解着 不过手指一咕噜一滑 把十八层到一层的电梯 全按了个遍 趁着电梯子每层都停下 为了延长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陈汉生这也是不择手段了 幸好这公寓还是比较高档的 入住率并不高 中午下楼的邻居就更少了 不会引起太多不方便 看到这些个灯全部都亮起 沈宥楚终于抬起头来开始 他还没有理解这个举动的寒意 澄澈的桃花眼里闪过了一丝迷茫 后来他反应过来了 又嘟着小脸不搭理他 哼哼哼 陈汉生叠嘴傻笑着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回忆起两人初十的时候 大一刚开学不久 沈憨憨其实很怕陈汉生的 他只想安静地完成学业 根本不想和这个人有任何的瓜葛 所以面对陈汉生的调戏 沈宥楚是经常露出迷茫和不安的神色的 他当时绝对想不到 几年以后自己会给这个男人生个宝贝闺女 陈汉生这样一想 胸口也涌起了一阵的感触 刚想说点什么 电梯叮的一声 在十七楼停下来 打开门的那一刻 陈子津以为到了一楼呢 高兴地手舞足道 甜美的小梨窝 在脸颊两侧深深地 传了出来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外边并不是阳光灿烂的花园 只是开着楼道灯的走廊 小小鱼儿有一些失望 发出呕一声 又重新回到了陈汉生的怀里 脸蛋已靠在爸爸肩膀上 他继续盯着缓缓关起了电梯门 陈汉生打破了平静 哎呀那个 姐姐还是喜欢热闹啊 妹妹就很老实 哪怕一天不出门 她也不吵不闹的 其实沈宥楚本来不想回应她 不过她不开口 陈汉生就一直这么炯炯有神地盯着她 在这蜜蜂的环境当中 很不自在 最终 沈宥楚还是回应了一下 嗯 陈汉生笑了 总归是有办法让你说话的 呃 还有 奶茶店清泉那事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下个月开庭 沈宥楚低着头轻声地说道 哦哦哦 陈汉生没多说什么 又换了个话题 呃对了 最近找个时间搬新房吧 装修已经通风一年多了 再不入住进去 家具可能要自然磨损了 精灵玉府园 那个别墅是去年七月份左右 就装修完毕的 原本是打算年底入住 不过有了宝宝以后 为了他们的健康又延迟了半年时间 今天中午那么多的人 就算是五十三厅的公寓 都显得有一些拥挤了 如果这儿换成别墅 那应该很轻松 沈憨憨没支声 他没支声的意思 那就是不会反对 电梯仍然在断断续续地下 不过因为陈汉生 把每层都按亮了 现在只不过才刚到十二楼 不过电梯里空调一直呼呼呼地吹着 沈幼楚担心宝宝不舒服 还把那顶黄色的小帽子 戴在了陈子津的头上 这动作是那么的体贴 就连小小鱼儿都开心地 冲着妈妈笑起来 1276集 闺女笑了 陈汉生也跟着笑了 尤其在她的视角 恰好能够看到沈幼楚冒颜下 那高挺 秀直的鼻梁 还有那唇线分明的红唇 白皙的下巴勾出一个圆润的弧度 桃花眼里 仿佛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水膜 温柔而又澄澈 陈汉生心里忽然一动 自打沈幼楚怀孕以来 两个人都没有再亲近过 所以趁着沈幼楚给宝宝整理冒颜的时候 她忽然搂住了沈憨憨的细腰 沈幼楚被吓了一跳 慌忙向后退了两步 陈汉生本来只是一个随意的举动 不过沈幼楚这个反应 她反而强硬起来 就一把使劲地把沈幼楚揽向自己 孩子都生了 你和我还见外你 不要 沈幼楚撅着嘴挣扎 这个男人出轨也就算了 他已经放下了爱情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儿的身上 没想到他又把小女儿抱走了 沈幼楚眼泪都不知道流了多少 现在肯定很抗拒亲近 不过陈汉生力气很大的 就算只是用一只手 沈幼楚也挣脱不了 就在两个人拉锯站的时候 怀里的小小鱼儿 似乎感受到了妈妈的情绪 尤其是沈幼楚眼泪 委屈地涌了出来 陈子津不再犹豫 他刚刚长出不久的小奶颜 狠狠地一口咬在陈汉生的脸上 陈汉生倒吸口凉气 他还真的有点疼 也不知道八个多月的宝宝 咬人居然这么大力气啊 不过 这可是亲闺女 就算被咬得呲牙咧嘴的 陈汉生也不敢动她 她生怕自己一甩头 闺女那两颗小奶颜就被磕到了 沈幼楚看到这一幕 她也不再和陈汉生撕扯了 连忙拍拍宝宝后背 哄着小小鱼儿松口 陈子津松开了口以后 在陈汉生的脸上流下了一滩黏黏糊糊糊的口水 还有两个非常清晰的小牙印 关键 他好像都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 一脸无辜地盯着爸爸 陈汉生也没有着急地看自己的伤势 他先拨开女儿的小下巴 然后确定那两颗小奶颜 完好无损以后 这才放心 这可是亲生的 哪怕脸上被咬出血了 陈汉生第一反应也是先检查闺女 你可以啊你啊 陈汉生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扭头冲沈幼楚说 你把我闺女策反了啊 沈幼楚嬉戏鼻子没说话 不过因为陈子津的参与 陈汉生也就没有再强行地清静 沈幼楚伸出手来拍拍陈汉生手里的小小鱼儿 他立刻探身子就要过去 陈汉生没有阻拦 把闺女送到他怀里 母女两个人都戴着一顶渔服帽 看起来是那么地和谐顺眼 很快电梯最后盯的一声 到了一楼 当金属门缓缓打开 站在外面的沈幼楚忽然转头 小声地问 如果刚才在电梯里的是萧荣瑜 你也会那样欺负他吗 我 陈汉生没想到沈幼楚会有此疑问呢 他突然噎了一下 不过沈幼楚并没有想要一个答案 他问完以后就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 平静地抱着陈子金出去了 可是在陈汉生的心里 很不好受 因为在解决修罗场的过程当中 他更多的是考虑到小鱼儿那边的情绪 对于沈幼楚这边 大概是因为长久以来的温顺和娇憨 似乎早就笃定他不会吵闹一样 但事实上呢 但凡沈幼楚心狠一点 坚持不给陈子金喂奶 这修罗场哪里能像现在这样进入尾声啊 六月初的渐夜 太阳没有那么炙热 景色也很不错 树木花草 苍翠骨藤缠绕 碧绿的苔藓攀附在石头上 池塘水面时不时地闪过一条耀眼的光波 偶尔从指尖溜过的杨柳峰 这都能深切地感受到 初夏矜持的热望 陈汉生和沈幼楚都掩藏得很好 没有人知道在电梯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大家看起来心情很好 小小鱼儿更是高兴 伸出小胖手 想抓住眼前的蜻蜓和蝴蝶 虎的吕玉清小心地护在身边 生怕宝宝从沈幼楚的怀里掉下去 随着散步的进行 人群逐渐分成两个圈子 女性们都簇拥在吕玉清和沈幼楚的身边 逗弄着漂亮的陈子津 而男性以老肖和老陈为中心 谈着国家大事和社会日常 不过在一处凉亭里两个圈子又自觉地合了 哥 你快看 陈兰这会儿都已经忘记了和他哥哥吵过架 他踮起脚尖指着水池里的莲花 这就是果三的主题 大家似乎都知道果三主题暗示着什么 纷纷站起来观看了一会儿 小阿宁突然问道 东二姐姐 现在是夏天吗 来了吧 东二想了想说 你看小陈哥哥和紫伯哥哥都穿了短袖了 可是两个伯伯都穿着长袖衬衫啊 小阿宁看向陈兆军和肖红伟认真地反问 诶 东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老陈和老肖因为都是体制内的干部 穿着向来都是很稳重的 而且他们还是长辈 自然不会像陈汉生那样自由肆意 不要看别人穿什么 陈汉生走过去摸着小阿宁的脑袋 看看你现在穿了什么 沈宁宁低头看了看 自己一身白色连衣裙 还有一双干净的小皮鞋 这些都是沈幼楚打扮的 是宁宁睁大了眼睛说 阿哥 我穿着裙子 对啊 那就说明夏天已经来了 因为阿宁你就是夏天啊 哦 小阿宁乖巧地点点头四动非动 王子博则是悄悄地问 小辰 以咱俩现在的条件 要不要把阿宁母亲接来建议 王子博是好心建议 虽然这里每个人都非常疼阿宁 不过他还是会想念妈妈 画册上面也是图满了对母亲的回忆 所以王子博就想着把沈宁宁的母亲接过来 不过多养一个人而已嘛 陈汉生盘算了一阵子 还是没同意 嗯 算了吧 阿宁的母亲有了新家庭了 人家也未必会来 再说了 万一她真的脱家带口来了 对阿宁 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就这样僵着吗 僵着也挺好的呀 我偶尔让冯贵去打听一下消息 去说阿宁的母亲过得还不错 以后这种事 你呀就不要提了好吧 免得小丫头听到以后 影响到她现在的生活 哦 王子博在这些事上 他非常相信她发小的眼光 既然陈汉生断定 可能会影响到阿宁现在的生活 那就真的会影响 众人话题又转移到了 对初夏的印象 其实六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季节 七号九号全国高考 高考后放假便是学生时代 最轻松的一段时光了 这两个月会发生很多的事 有一些暗恋会被表白 有很多懵懂的青春爱情 因为异地大学而夭折 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 在金银路珠里面若隐若现 一个一个动人的情节 在蛙声缠造里 雨衣丰满 就在这个时候 公园外面突然一阵噪音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是一辆正在工作的 挖掘机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反正觉得 这儿会有灰尘嘛 准备去别的地方散步了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朋友对这个玩意儿就特别感兴趣 八个半月的陈子金 更是第一次见到挖掘机这个东西 注意力非常集中 紧紧地盯着那飞舞的颤抖 沈幼楚刚迈步一动 陈子金就剧烈地扭动着身子 哭闹着 不愿意走 哎呀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一千两百七十七集 大家哑然失笑 不过沈幼楚为了满足宝宝的心思 特意多等了一会儿 可是 陈子金依然不依不饶地拒绝 这一下就连藤岸孙女的吕玉清 都假装生气 拍了拍小小鱼儿的屁股 严肃地说道 够了啊 陈子金 不听话的宝宝 要被打屁股的 小小鱼儿马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 一颗颗眼泪 瞬间填满了眼块 陈汉生心疼闺女走过去打圆场 啊 那就做再看看 再看看 再看几分钟吧 反正出日嘛 也没什么事 陈汉生 陈汉生一边劝一边对沈幽楚说 我来抱抱你休息会儿 现在宝宝加衣服也十来斤重的 陈汉生也是心疼沈幽楚 沈幽楚看了他一眼 不过他没有拒绝 默默地把宝宝递过去 在爸爸厚实的胸膛里 小小鱼儿因为被抱得更高了 看得也更加入神 只是他依然不愿意离开 要不你们去散步吧 我在这陪着宝宝 陈汉生 请示着陈子金的爷爷 外公外婆 三个老人都没同意 吕玉琴还教育他说 你不能太惯着陈子金 免得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啥不好的习惯 公主病吗 我闺女才不会有这么好病呢 她长大以后又漂亮又有钱 那就是真的公主 不仅如此 陈汉生还带着陈子金 走到挖掘机的跟前 对着操作师傅说 师傅 你能不能去买瓶水啊 我想带我闺女上去坐坐 他对这玩意儿非常好奇 小陈向来都是这么大胆的 王子伯觉得有一些好笑 同时还很佩服死党的勇气 如果这时候换成自己 就算再疼女儿 他也不会开这样的口 两个操作工也觉得稀奇 不过陈汉生高高大大 短袖短裤看起来 还是英文牌子 脸上墨镜也非常时尚 估摸着挺有钱的 所以师傅虽然拒绝了 不过语气还是很礼貌 我们带水活了 现在进度比较赶 以后有时间再过来玩吧 哦这样啊 我刚刚没说清楚 师傅 你们看能不能 拿着两百块钱去买瓶水啊 小孩注意力转移得快 不耽误多长时间的 挖掘机师傅二话没说 马上把位置让了出来 猜想起来 我们带来的水正好喝完了 吕欲清摇摇头 哎呀 陈汉生是坏 不过呢 也是一个超级女儿奴 当初老肖刚有女儿的时候 也是这般模样 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 陈汉生不管别人怎么看 他很有耐心地交着陈子金 啊 闺女你看 这个是开关键 这个是操作杆 这个是仪表盘 经过一系列的内部探索 终于满足的小小鱼儿 第三次离开的时候 没有再吵闹留下了 陈汉生沾沾自喜 嗯 看到没有 就得这么教育孩子 千万不能打击他的求知欲 这样才能激发孩子的创造性思维 激发求知欲和过分宠溺两者之间 差距还是很大的 哎 他们都不懂 啊 闺女 宝宝 叫爸爸 叫声爸爸听听 陈汉生本来没有打算 让女儿现在就学会了 不过八个月的宝宝 已经是能说话了 只是说什么 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罢了 所以陈子金听着听着 突然冒出了一句 什么 陈汉生愣了一下 他还是第一次听见闺女叫妈妈 开始的时候 陈子金还不是很顺口 后来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顺利了 哎哟 老肖啊 宝宝说话变得清楚了呀 吕玉清高兴地对丈夫说道 对于外孙女叫妈妈 吕玉清并不吃惊 因为之前陈子金就叫过 只不过当时比较含糊 远远没有这次口齿清晰 其他人看见陈子金突然叫妈妈了 一个一个全都围上了 争着想要让他叫伯伯一意叔叔 不过可惜的是 人家只会叫妈妈 陈汉生本来也是笑盈盈地 看着后来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走到陈幼楚的身边 颠了颠怀里的宝贝女儿 来 叫他 妈妈 正叫着顺口的小小鱼儿 毫不犹豫地就喊出来 沈幼楚顿时挣住了 所有人都挣住了 小小鱼儿刚才不管叫鞭诗诗 还是叫狐林雨 甚至叫王子伯 大家都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闹着玩呢 不过沈幼楚可不一样 他和萧荣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而且陈汉生处心积虑地换宝宝也正是为了这一刻 哎 我不叫你呢 你不答应一下吗 陈汉生笑着 实际上又逼了一下沈幼楚 场面慢慢安静下来 这个瞬间 大家脸上各自的神情都不相同 陈赵军很平静 不过他附在身后的双手暗自搓动 说明他心里有一些紧张 萧红为吕 请嘴角抽动好几次 他们已经在组织语言准备转移话题了 王子伯目光期待 编试时有一些复杂 胡林雨对陈汉生这种逼迫行为非常鄙视 小金则是满眼的佩服 我哥这狗胆真大 当着这么多人 尤其是吕姨的面 陈兰暗暗则舌 陈子金不知道这几个大人的想法 一个劲地叫着妈妈 同时伸出胳膊 要求沈幼楚抱她 其实沈幼楚很清楚 陈汉生的意图 不过有的时候 情感是不受控制的 就好比两个月前的那天晚上 吕姨情抱着恶哭了的陈子金过来 从此以后 虽然亲生闺女远隔万里 不过身边又多了另外一个小天使 她穿着陈子佩的衣服 用着陈子佩的奶瓶 晚上也睡在那张婴儿床上 似乎她也变成了女儿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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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金今天叫唤的声音 越来越迫切了 小奶音里都带着哭腔 因为平时只要自己一叫 妈妈 这个人就会伸手抱起自己 她现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呃 吕玉清清了清嗓子准备打断 我在 不过就在这同时 在陈汉生祈祷和期盼之下 沈幼楚红着眼眶应了一声 还伸手把小小鱼儿接过来 小宝伯很高兴 在沈幼楚的怀里继续叫着妈妈 沈幼楚抱着陈子金 努力不让眼泪落下来 她曾经无数次地幻想 陈子佩长大后叫自己妈妈 没想到第一次听到的 居然是 萧荣于女儿嘴里说出的 人生真的是太奇妙了 陈汉生长长地出口气 大女儿叫妈妈了 那小憨憨什么时候开口呢 不过现在这气氛 还是有一些莫名的尴尬 大家似乎需要消化一下 这时候老陈又站出来 他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三点了 回家给宝宝喂腐蚀吧 就这样 陈子金叫沈幼楚妈妈这件事情 似乎就这样被接过去了 实际上 有没有接过去 大家心知肚明 晚上 当萧荣于和吕玉清视频的时候 吕玉清说了下午的情况 他长须短叹 萧小鱼儿 叫沈幼楚妈妈了 还是当着很多人的面 其实就算吕玉清不说 陈汉生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 让萧荣于知道 已经叫了吗 已经叫了吗 也算是预料之中吧 宝宝早就会叫妈妈了 现在 只是被沈幼楚听见而已 那他是什么反应呢 1278级 吕玉清有一些懊悔 先是发愣 后来 在陈汉生的催促下 小申也接受了 哎呀 早知道啊 我就应该出声阻止的 心里只是犹豫了一下 这就晚了 也没有关系 萧荣于开了个玩笑 他希望陈子佩也叫我一双妈妈 这样就还回来了 吕玉清没有回复 目光逐渐地沉了下来 自己的孩子自己了解 萧荣于留在美国 表面上是绿索公事 实际上是要照顾陈子佩 小鱼儿和沈幼楚 其实都已沦陷 那汹涌的母爱和可爱的宝宝 控制不住就陷进去了 感觉到母亲似乎 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萧荣于也缓缓地低下头 扮上以后 吕玉清叹了口气 闺女啊 早点回来吧 其实小沈这个人真的不错 抛开那些事情的话 我也挺喜欢她的 以后你们之间如何相处 我和你爸呀 不会多罪的 我和他直接相处的机会 应该不多 萧荣于对这个问题 仿佛已经考虑过了 不过小姐妹俩能够一起长大 也是小沈谋划的最终结果 那你和陈汉生以后怎么办 吕玉清又关心地问了个问题 小鱼儿在母亲面前也不说谎 还没想过 我现在不会原谅她 但是 世事难料 之前我以为这辈子和沈游楚再无交集 小沈太过聪明了 如果在国内的话 不知道五年八年以后 我会不会心软 萧荣于现在还很年轻 就算八年以后 也不过三十出头 吕玉清有话说 却最后又宴回去 结束了视频以后 萧荣于走到床边 温柔地凝视着还没有睡醒的小小汉包 然后从书柜里拿出一样东西 萧荣于找到朱赛文 萧荣 麻烦你件事 能把这个寄给沈游楚吗 寄给沈游楚 朱赛文虽然心里疑惑 不过还是爽快答应下来 当然也没有忘记和大老板汇报 陈汉生听说了以后 立刻吩咐 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不要走快递了 国外办事处有没有员工要回国的 让他们妥善带给我 因为陈汉生特别的指示 包裹只用了三天时间 六月六号就到了他的手中了 晚上的时候 陈汉生来到沈游楚这边的公寓 上班时间家里没有那么多人 沈游楚胡林雨都在客厅 小小鱼儿好像刚刚睡醒 懵懵懂懂坐在妈妈怀里 给你 美国那边寄过来的 陈汉生把没有拆开的包裹放下 抱起鬼女去阳台遛的了 小胡胡疑地问 美国 你美国那边还有朋友吗 沈游楚没有吱声 轻轻打开包裹 胡林雨犯了犯一眼 终于后知后觉 不会是他吧 撕拉一下 当最后一层塑料薄膜海绵 被撕开的时候 胡林雨终于看清了 那包裹里居然是一盏 粉红色的小台灯 这是沈游楚大学时 用了将近四年的台灯啊 修罗场爆发时又被萧荣渝拿走 现在他又重新回来了 胡林雨争了争问 这是什么意思啊 萧荣渝在传递彻底和解的信号吗 阳台上沈游楚怀里抱着大女儿 眯着眼睛打亮着笼罩在夜幕下的巍峨紫金扇 脸上却显现出了一种大局在握的淡定笑容 收到小台灯的当天晚上夜深人静 年纪最大的婆婆已经睡着 正在长身体的阿宁喝完牛奶也休息 不过沈游楚的卧室里却比较热闹 除了他本人以外 还有胡林雨和陈兰以及小小鱼儿 胡书记在精灵御庭园的房子没有装修好 所以就算是搬到大别墅里 他大概还得住一段时间 陈兰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和校领导知道这是果壳沉的妹妹 即便是逃课也不会扣学分了 毕竟医科大学就在降临 现在保留几分薄面以后碰到陈汉生还能打个招呼 小小鱼儿没睡的原因更简单 他刚刚吃完奶没有困意 三个大人把他围在中间 一边说着话一边照顾着 其实主要还是胡林雨和陈兰在闲聊 沈游楚偶尔应一声 他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陈子津的身上 包包八个半月大 他已经能够稳稳地坐正身子 不过肢体动作依然很笨拙 手里的玩具经常巴搭一声就吊在着床上 每到这个时候 沈游楚都会捡起来温柔地递过去 陈子津就会发出呕呕的一声 他对沈游楚有着很深的依赖 他会突然抬头冲着妈妈甜甜一笑 沈游楚也会弯着眼睛回应 在黄昏的灯光照耀之下 浅浅的眼尾带着一点朦胧又好看的红韵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幕 不过陈兰和胡林雨都没发现 他们都在专注讨论另一个话题 这么说 台灯是小鱼儿姐姐专门寄过来的 陈兰诧异说道 陈兰和哥哥一样鸡嘴 他当着沈游楚的面 从来不称呼萧荣渝为嫂子 只叫小鱼儿姐姐 同样的道理 他给萧荣渝打电话的时候 也不会称呼沈游楚嫂子 只叫游楚姐姐 至于萧荣渝和沈游楚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长公主觉得还是挺难实现的 所以暂时还没考虑 胡林雨点点头 是啊 我分析萧荣渝应该再传递一种善意 其实这三个人都不知道 这小台灯真正的渊源 不过萧荣渝愿意拿走的东西还回来 细细品味之下 这里面蕴藏着很多意义 或许就像胡林雨说的那样 这是在释放和解的信号 也或许是感谢这两个月以来 沈游楚对沈子津的照顾 或许还是一种回应 因为沈子津叫了妈妈 而沈游楚答应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 对我哥来说都是好消息吧 陈兰暗暗地思寸着 没过一会儿 沈子津用小手揉揉腥松眼睛 朝着沈游楚伸出胳膊 嘴里含混地叫着 妈妈 自大前几天 沈子津学会这个词以后 她日常生活里经常叫出口 不过因为只有沈游楚一个人会回应 所以慢慢地 沈子津只会这样叫沈游楚 这就是婴儿认人的过程 她会逐渐产生一种潜意识 原来这个人才是妈妈 沈游楚知道宝宝困了 她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哄着 胡林雨和陈兰也降低了说话的声音 还同时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当自己想睡觉的时候 如果身边有大人在窃窃私语 其实并不会吵到 反而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尤其是妈妈的怀抱一如既往的舒适 还有那床头柜上 那盏小台灯 光线柔和并不刺眼 犹如另一个妈妈牵挂的眼神 第二天的中午 陈汉生处理完公司的事情后 开车过来 她这段时间陪大女儿的时间很少 所以已有空就想和陈子津亲近 不过沈幼楚和胡林雨都出门了 因为江陵区法院接受了奶茶店侵权案件的诉讼 现在已经走上了审查程序 他们有一些资料需要提交 至于为什么是江陵区法院 因为预见奶茶店起源于江陵大学城 注册在江陵 陈汉生至今都没有参与 江陵区的官司 他要是插手 那真的是没有一点悬念 还如何谱写萧荣于帮助沈幼楚打赢官司 这个圆满落幕的篇章呢 不过等到沈幼楚离开以后 出于好奇 陈汉生还是打算去一趟 遇见泥奶茶店 实地地溜达一圈 1279集 出去走走 陈汉生拍了拍妹妹的脑袋 准备拉着她一起 陈兰今天又没去上课 兰散地躺在沙发上 用着果壳 MP4看着美剧 一转眼 陈兰都快大三了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学生游子了 很清楚大学里什么课能逃 什么课不能逃 陈兰顿时有了兴趣 出去逛街吗 请你喝杯奶茶 陈兰对这个没啥兴趣 正准备重新躺下的时候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疑问 赶紧换上鞋子跟上 不过两个人开门的时候发出一点声音 正在午休的小小鱼儿咕噜一下就坐起来 扒拉着银儿围床的栏杆 盯着防盗门大声地叫着 她好像还挺生气 似乎在责怪爸爸和姑姑 他们出去为什么不带她呢 吕雨晴走过来皱着眉头说 你明知道陈兹金对开门的动静很敏感 就不能注意点 妈 我以为她睡着了 要不我带着宝宝出去逛一逛吧 不然她肯定在家闹腾 吕雨晴以为只是在附近公园里散散步 所以也没有阻止 先给宝贝外孙女换上外套 又戴上小帽子 最后叮嘱到 你不能太惯着陈兹金啊 不能因为他哭着不想回家 就一直无下线地顺从 陈汉生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吕雨晴叹了口气 她觉得等小鱼儿回来以后 一定要建议她做一个严母 吕雨晴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 父母不管哪一方 一定要有一个人让孩子害怕 连陈汉生这样飞扬跋扈的人 见到梁美娟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下了楼以后 陈兰问起了那盏小台灯的前世今生 这就是她好奇的地方 陈汉生也没有隐瞒 一边开车一边把那年圣诞节的故事讲出来 陈兰听着目瞪口呆 撇撇嘴夸奖道 哥 你这思维也是异于常人啊 居然能把小鱼儿嫂子的礼物 转手送给幼楚嫂子 难怪翻船的时候 小鱼儿嫂子要把台灯拿走 现在不是还没回来吗 一切都要结束了 大概就是 卷破重云 中见晴吧 修罗厂爆发至今 已一年半了 在这段时间里 陈汉生事业实现了三级跳 身边有一些熟悉的人也离开了 比如说 相伴四年的室友 其中三位回老家发展 还有一些人 比如黄慧 她是永远地离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的有一种 沧海桑田的感觉 兄妹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小小鱼儿坐在姑姑腿上 好奇地看着窗外 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 经过新街口的时候 各个商场LED剧屏 上面都是果壳三代手机 并地莲花的主题广告 不远处 还有果壳线下生活店 不过 陈子津对这些自家产业 并不感兴趣 反而经过一处施工现场的时候 看到了比较熟悉的挖掘机 她豁然转向爸爸 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 陈兰咬了一口侄女儿的脸蛋 你是小傻子吗 挖掘机有什么好看的呀 你可是果壳小公主 现在要学会把注意力 放在限量版芭比娃娃身上 以后就要研究奢侈品 反正你爸的钱也花不完 面对陈兰的胡言乱语 小小鱼儿压根儿听不懂 干脆抱着姑姑 一夜一顿啃 最后两个人满脸都是黏乎乎的口水 陈汉生没有管妹妹和闺女胡闹 他把宝石节开到了福子庙附近 熄火停了下来 陈兰难以置信地说 不会吧 哥 你不会真想带我逛街吧 天哪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逛个屁 去看看那家奶茶店 陈汉生戴起了鸭舌帽 还有超大的墨镜遮脸 不仔细辨认 还真看不出 这是果壳尘 哦 陈兰知道哥哥的心思 遇见你奶茶店 蹭遇见奶茶店的热度 背后再有一些成本投入 已经是轻松地分享到 沈幽楚胡林雨 冯贵经营好多年的 建业市场了 对方甚至还开设了 好几家分店 其中最大的分店 就在福子庙 陈汉生走到奶茶店的门口 发现还有不少人排队呢 陈兰撅着嘴问道 是不是很像 我们家的奶茶店 呵呵 陈汉生皮笑肉不笑地回应 不能说完全相似吧 只能说一模一样 这家店的老板 也真的有点东西 剖欠名字 logo 装修风格也就算了 最夸张的是 连菜单从头到尾 都是抄的 陈汉生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抱着闺女 走到了太阳伞底下的藤椅上 夫子庙这边 客流量比较大 一张桌子坐好几个人 陈汉生没有被认出来 反而是漂亮可爱的小小鱼儿 很招人喜欢 同桌有几个小姐姐 一直对着她扮鬼脸 陈子津也很给面子 出来玩 她心情一直很好 别人这样善意地逗弄 她也开心地手舞足蹈 陈子津很像母亲小荣瑜 展颜一笑就有两个小梨窝 真的是又甜又萌 小姐姐看了更是欢喜 主动从包里掏出一袋水果糖 递了过去 哇 这个宝宝太好看了 她现在能吃糖吗 陈汉生现在就是一个老父亲的心态 有人喜欢自家闺女 她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所以拒绝也非常有礼貌 她还不到九个月 吃不了硬东西 陈子津谢谢姐姐 陈汉生引导着女儿说话 可惜小小鱼儿现在词汇量很少 开口就是 妈妈 一句话把小姐姐惹得个大脸红 桌上的游客也都笑起来 陈汉生也非常欣慰 觉得这闺女真的没白养 还不会走路就知道帮着亲爹泡妞 趁着气氛有一些热络 陈汉生问道 这家奶茶店饮品咋样啊 值得买一杯吗 别去买 我是看到果壳社区上面的评论才知道 剑叶的御剑奶茶味道很好 这次过来游玩顺便买了一杯 结果真是大失所望 差点准备上社区打假了 后来才看清原来这家是御剑泥奶茶 冰死了 外形居然一模一样啊 不注意的话 真的很容易被骗呢 其实仅仅是外形而已 遇见奶茶店纸杯很有质感 握在手里感觉很舒服 遇见你奶茶的纸杯好像塑料的锡纸那么薄 偷工减料非常明显 这就是骗你们外地人的 桌上有一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 他应该在建业工作或者读书 一脸鄙视地说道 我们从来不在这里买的 又难喝又死贵 真正的御剑奶茶 在新街口有一家总店 那里的味道才正宗 算了 小姐姐摇头说 我是懒得再跑腿了 不过再这样下去 御剑奶茶店的口碑迟早也会受影响 已经准备打官司了 小伙子应该是一个董哥 道听途说了一些消息 尤其桌上还有两个美女 忍不住卖弄起来 陈岚如果不开口说话 或者是对于不了解她秉性的那些人来说 她百分百要被归纳成 清秀小美女那个类型 我有个朋友 就在建业司法系统工作 董哥开头就是我有个朋友 她看到大家貌似挺感兴趣 于是继续说 听说啊 这家遇见你奶茶的老板有些关系 而遇见奶茶只是大学生创业 所以官司结果未必很理想 现在哪里都需要关系的了 1280几 桌上的人听了各自都是一阵的唏嘘 不过也是仅仅如此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很现实 明明占着道理 但是未必就能顺心如意 没过多久大家都散了 不过那个小姐姐离开前还特意多看了一眼陈汉生 这个细节被陈岚捕捉到了 她立刻戏谑地说道 哥 你这桃花孕真是可以啊 带着孩子出门 还能有女生对你感兴趣 你这个说法很肤浅啊 我的人格魅力 与我有没有孩子 根本没有半点关系好吧 再说 现在奶爸也很吃香啊 呸 陈岚做出了一个呕吐的姿势 明明那么普通 偏偏那么自信 话都没说完呢 又被陈汉生踹了一脚 去 滚去买两杯奶沙 我总是要尝尝味道的嘛 排了十来分钟对以后 陈岚端着两杯招牌饮品过来 陈汉生先是端详了一下包装 然后吸了一口 拌上之后又吐掉了 陈岚看着样子 她干脆都不喝了 问着她哥感受 就那么难以下咽吗 我靠一点也不夸张 味道太差了 狗都不愿意喝 不过她忽略了自家闺女 陈子金才八个多月 她现在正是 什么都想吃的时候 所以她努力地凑过去 吸了一口 哎哎哎哎 狗都不喝的东西 你要喝吗 陈汉生啼笑皆非 忍不住拍了一下 她的小屁股 你是小狗吗你 小小鱼儿感觉被打了一下 她看着陈汉生好像对爸爸的举动很不满 哦哦 还敢生气 陈汉生又拍了一下闺女的屁股 小小鱼儿更有情绪了 在陈汉生的怀里纵身跳了一下 小脚踩在爸爸的腿上 已经是有点力气了 也许再过两个月就能走路了 不过正当父女两个人亲密互动的时候 收拾桌子的奶茶店服务员很不满意 那服务员说道 先生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们奶茶是卖给人喝的 不是卖给狗喝的 啊 陈汉生打亮了几眼那服务员 他对这家奶茶店可以说是厌恶极了 那个滚子已在舌头上打转 时间倒退一年半 陈汉生是肯定骂出口的 现在因为有了宝贝闺女 她不想当着小小鱼儿的面说脏话 这才咧咧嘴说道 哎 实不相瞒 我坐了两年牢刚出来 以为呢 再也闻不到牢饭的嗦味了 没想到你们家这奶茶 又帮我想起了那熟悉的感觉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啊 陈兰不可抑制地笑起来 哥哥损人还是很有一套的 你 服务员的口才哪里能和陈汉生相比 顿时被噎了一下 而且陈汉生这个人看起来很凶悍 刚才似笑非笑的那一说话的语气 再配上墨镜下一口白牙 还真的有点瘆人 服务生就是个打工的 能站出来维护一下老板的利益就已经不错了 他又怎么敢惹这种坐过牢的痞子 一声不吭离开了 陈汉生在这里悠哉地坐了半个钟 也不管闺女听得懂听不懂 指着巫医向秦淮和詹元一通介绍 最后才抱着陈子津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陈兰打听 哥 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整治那个山寨奶茶店 什么叫整治啊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咱们国家早就没有死刑了好吧 如果对方犯法 法律会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懂吗 呃 陈兰非常聪明 他愣了半晌有些醒悟 你是不是打算借着打官司的理由 想办法让小鱼儿嫂子参与进来 因为小鱼儿嫂子就是学法的 这样正好能促使两个嫂子通力合作 修罗场也趁机落下帷幕 陈汉生听完一言不发地开了一会儿车 阿兰 我以前就和你提过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接班啊 从果壳长公主变成果壳武则天 你不做生意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陈兰的脑袋官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嗯 我才不去呢 我还是想永远当个妹妹 爸爸妈妈 大伯大伯母 臭屁哥哥 还有那么多嫂子一直疼我 然后我再疼两个小侄女 和你以后的其他宝宝 你怎么知道我还会有其他孩子啊 陈汉生瞥了一眼妹妹 陈兰阵阵有词 这是肯定的呀 爷的嫂子我不知道 但是玄的嫂子肯定会生的 不然她哪里会甘心嘛 唉 提起罗玄 陈汉生也觉得头疼 不过明天就是八号 还是先给她一个充满惊喜的毕业典礼吧 晚上的时候 罗玄意外之中打来电话 她并不知道萧荣瑜和沈幼楚小台灯的事 但是能够感觉得出来陈汉生的心情不错 所以好奇地问 陈师兄 你遇到什么好事了 三代手机市场反响好像很好 应该能打破之前果二保持的销售记录 所以呢 我比较高兴 陈汉生随便找了个理由解释一下 如果说沈幼楚和萧荣瑜的修罗场是一条线 那么罗玄就是另外一条线 陈汉生尽管放不下罗玄 不过也在尽量地避免两条线相交 否则这即将到来的平静生活很有可能又被打破了 这样啊 罗玄没有怀疑 他和陈汉生讲了讲明天毕业典礼的准备 他还嫌弃了丑陋的学士福 最后无所谓地说道 陈师兄 反正你也不过来 我对这场毕业典礼压根没什么期待 到时我爸妈比我还要激动 他们为了参加毕业典礼 还特意买了新衣服呢 老陈梁太后也差不多 大概在父母眼里 子女大学毕业以后 也就意味着家庭发展迈进了另一个阶段了 哼 我才不管他们的发展呢 最好 他们也别管我的生活 这就是小师妹的性格 偏执还腹黑 不过陈汉生已经适应了 两个人又简单地聊了一会儿 才结束了通话 罗玄也从阳台返回宿舍 护城财经大学宿舍是六人间 毕业在即 六个女生都非常整齐 没有缺席 只是那气氛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按理说大学离校后 再见面的机会会非常少 现在应该珍惜才对 当年陈汉生毕业前 那是三天一场小酒 五天一场大酒啊 不过罗玄的女生宿舍里 仍然存在很明显的孤立节奏 罗玄也是被孤立的人之一 他以前和陈汉生说过这件事情 不过陈汉生倒是能理解 理由嘛 很容易分析 一 罗玄半道转学来的 和室友没有共同成长经历 所以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二 转学行为并非异常 背后一定有着强大的关系 大家摸不清罗玄的来历 一般都不愿意靠近 三 罗海平和黄小霞在户城买了房子 罗玄平时也开车 往返家里和宿舍 这种有钱漂亮 背后还有关系 性格又不太好的女生 在宿舍里面属于天然被孤立的对象 四 罗玄本身对这种行为颇为不屑 也根本没有试图融入进去 在他看来 只要有陈师兄 这些都是土鸡瓦狗不值一提 好在室友也只有孤立而已 他们对罗玄的背景还是比较忌惮的 最多也就是背后 嚼嚼舌头 是两个人都没有尝尝 录音属于颜色